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我是节目主持人孙昌国 今天又到了我跟政经学者郑旭光 这个讨论议题的时候了 那我们今天刚跟旭光有做了一些沟通 我们今天焦点放在这个疫情 中国的疫情跟防疫上面跟疫苗上面 那现在就请旭光跟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各位观众好 常国兄好 这个今天呢咱们还是围绕疫情 我们已经连续三周都是在讲中国这个疫情了 刚才我还跟常国兄说是这个看来没完没了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事 今天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确实是有一个所谓不土不快 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是就是觉得要提一点 就中国政府赶紧这个开放啊 批准这个辉瑞疫苗 莫德纳疫苗的这个在中国这个销售啊 是不是在中国生产 应该是可以生产的啊 在中国生产销售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复兴啊 所谓的这个复必泰啊 复兴是很早就这个给这个辉瑞疫苗的这个开发啊 就是这个新冠疫苗开发投资啊 他投了大概有一个多亿吧 一个一个多亿美金 1.7亿美金大概是 那么他可以获得一亿多剂 这个疫苗 但是这个疫苗呢 中国这个食品药监局啊 不批准他在中国使用啊 那结果呢 呃 被台湾和日本分而失职了 我印象中间还好像还有日本 啊 呃 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没有批准啊 这个辉瑞疫苗和这个 莫德纳疫苗 那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你可以看到这个 动辄封城啊 西安啊 这个天津啊 天津大概有封城之势啊 啊 就是你这个动辄封城 宇州是封城 对吧 你现在的问题是郑州 也有这方面有问题 宇州和郑州啊 郑州一种问题 深圳也有这方面 就是全员检测啊 动态精灵 那如果说 你都是90%的这种 疫苗的施打率了 那你实际上 你这样的大做 动静确实是 没有什么意义 你看得很清楚吗 既然你说新冠疫情 这个死亡率近乎为零 先这个 现在这这些天 封城期间 新冠疫情 新冠疫 这个染疫的死亡率是零啊 但是呢 相反的各种这种 呃 呃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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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灾难啊 你不说买不到菜啊 什么这些我都不愿意提 在节目里头 什么买不到菜 买不到粮 能能饿一饿了吧 减肥了 对吧 咱们就这样说吧 啊 那那那还没听说 饿死人啊 我这话是不是有点冷血 但是因为我知道的会死人 不是饿死人 是是因病死人 那这块子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啊 你既然你疫情你是0%的死亡率 那其他的呢 因为疫情你去搞封城 结果造成这个八个月的孩子这个流产啊 八个月胎儿流产 那个心脏病呃 这个透析的你都没有得到救治啊 这种死亡的有多少 我们只能看到公开的这种往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这些 没有传播的有多少啊 有一些这个就是自己认了的 也不愿意惹事的 这个有多少 对吧 所以我我是觉得这种非常不理智的这种 自相矛盾的这种 所谓社会面清零啊 还有人说那就是把把这个 把他们都赶到乡下去 对吧 疏散到城外去 那其言成就清零了 就类似于郭德纲相声说这个 刘大善人见不得穷人 那够赶到三十里之外去 对吧 那那个地方不就又不清零了吗 那个地方那个那个 又又开始有疫情了吗 啊 所以这个就是检见法 我是掩耳盗铃嘛 检见法 就是这这一切的这个荒唐 我觉得根子在于这个疫苗的问题 根子在疫苗问题 疫苗不过关 政府心里头心知肚明啊 中国政府中央政府 心知肚明 因为这个封城显然是从最高层 呃 这个呃 指令 完了由孙中 孙春兰副总理来执行的 那你陕西的什么 这个省长啊 是西安市长啊 那真的只能是这个变本家里的去做吧 怕丢官嘛 对吧 那你 这这个情况中间 当然这西安呀 这些也出一些很 很荒唐的啊 有有有这个中国特色的一些事情啊 呃 咱们先按下布表 就是说 之所以 在你全几乎全员都打了 按说已经实现了这个 呃 这个 群体免疫的情况下 还要实行这么严厉的封城啊 要一遍一遍的两天要做一次这个核酸检测啊 网友叫捅鼻子啊 那 原因什么 原因就是你 你实际上是你是知道的 那疫苗不过关啊 你也不敢做抗体检测 像管一教授建议的去做抗体检测 你也不敢做啊 对吧 一做可能底就漏了 这些 这些 疫苗 这个疫苗公司啊 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自己很 政治挂帅嘛 很愚蠢的这种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啊 或者说 呃 国家大国策的考虑 对吧 要培育 趁着这个机会 要培育自己的这个 呃 疫苗 这个 疫苗系统啊 疫苗 科研开发能力啊 因为你显然吧 你 你如果打了辉瑞 打了莫德纳 那你 再去检测 观察 你都是在给莫德纳和辉瑞 再积累 数据 你中国 国产的这个公司啊 呃 可能 这个 这个意义就不是太大 那 那现在 现在就是我就 感觉这 这上千万人 上千万的这个人 都成了这个小白鼠了啊 成了中国政府 这个为了发展强国的一个小白鼠了啊 那那那这个确确实实啊 说清零啊 说清零就清零啊 一月四号要清零 那一月四号之后呢 啊 是不是西安市就就就就为零了 我真的是很怀疑啊 真的是很怀疑 那你出去的那些咱们不用说了 所以你你社会外清零确实是这个意思吧 把该转运都转出去了吗 转出去了 你先先地区没有了 那你汉中是不是又有了 对不对 你你这魏南是不是又有了啊 那那那些地方不需要社会清零 对吧 因为你你你跟集中营一样 给大家集中隔离起来啊 有没有这个确诊都不重要 而且一遍一遍的就就是个检测 核酸检测的这个这个这个状况 一看那个乌央乌央的人聚在一堆 所以这个我看是网上传的 大概是宇州们那边的 还是哪个呃 那个这个医这个医务部门的负责人说 西安的这个呃 所谓的阳性大概有一半啊 感染都是在检测的时候呃感染上啊 那你这个检测的意义在哪 检测的意义在哪 所以不一不停的检测 不停的感染 你就是一个大型的聚集地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方式嘛 啊 所以现在 现在看起来这个 西安这个 大家余情哗然嘛 国内外都哗然就为这些 这个封城的这个自称灾难啊 那么之后呢 呃有所调整啊 孙春兰也也做了这个检讨啊 自我的一个呃 检讨啊 那陕西也调整了啊 要求这些医院啊 接收这些呃病人啊 不需要时间进行核酸检测 但是呢 医生要做好防护 那时间都干嘛去了 对不对 时间你们是不是认为这这些人就死了也就无所谓了 对吧 为了你的这个社会面封城 连这一点都想不到吗 啊 你你你孙春兰的这个副总理想不到这个问题吗 啊 陕西陕西省整个常委包括你西安市委书记 你想不到这件事情吗 啊 我我也是觉得他们心内心里头是没有 没有人民生命安全这么个概念的 只有政绩啊 只要完成这个呃 这个党中央给他们交给这个任务 至于这个次生灾难死多少人 他们关心吗 啊 如果说不不强行封城 那你按你的讲法 你那个疫情根本就没有死人 对吧 疫情本身因新冠的这个就没有死人啊 当然这个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共产党在 他的这个统统计的一个问题 统计标准跟全世界都不一样啊 啊 因为你如果说很多 因为很显然很多人都是因为感染了这个疫情 完了然后引发了其他的病啊 基础性的病症啊 这方面才有病重进ICU 还有死亡的案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有几个纯粹因为这个去去就去死的 那按你中国的数据就没有啊 按西安的数据就没有 对不对 那在纽约这边也有一个数据就是说 就这一次Omicron的这个感染 这个确诊率案例有40%都是在 在你去因为其他病去医院就去去做 去去看看其他病的时候检测出来 哦 你还感染了这个新冠还感染了Omicron啊 那实际上如果说没有 没有这个其他病的可能跟这个人可能就不去检测 都不知道是吧 那所以这个Omicron的这个伤害已经很轻微了啊 已经很轻微了 那现在中国政府因为他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这种 呃 检测政策 因为这种这种呃 统计标准造成了巨大的问题 就说对于这种新冠疫情的这个次生伤害 不不在意啊 对于风情 封城 引起的这个次生灾害不在意 因为他 他觉得这个新冠疫情是 很恐怖啊 很恐怖的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呃 疫苗有问题 疫苗不过关啊 疫苗不过关啊 带来这 是对不起 我插一下哦 因为我刚刚我们先前也讨论过 我刚刚也给你了一个数据啊 根据新这个数据很值得我们参考 就是根据新加坡政府最近统计的资料显示啊 就是说新加坡政府实际上是可以打四种疫苗的 第一个是国药 第二是科兴 第三个是这个辉瑞 第四是莫德纳 那新加坡有统计 就是打了呃 疫苗以后 这个然后呢 打了这个最新的统计显示啊 就是说实际上这四种哦 对于这个病毒都有一些抗体抵抗力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们统计是用死亡的人数来统计 就是说接受呃国药呃或科兴的这个呃 有多少人 然后呢呃 这个打了两针以后呢 还染病染病以后死亡的这个百分比 然后他们排出来了 呃按照这个数据排出来了 排出来了以后呢 发现科兴是这个抵抗力是最弱的 就是说也是打了两剂科兴 然后死亡率是最高的 接下来是国药 你记得具体具体数据吗 我等一下来查 哦 然后再来是辉瑞 最后是莫德纳 莫德纳等于说是这个死亡率是最低的 这个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呃我想就呃呃 间接的可以跟你讲 因为今天我们也发觉了嘛 就是呃 美国的这个呃 确诊数啊 又又新高突破新高 113万人呃 确诊了 那 美国国内的医疗体系 现在又开始紧绷了 啊 这个 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路径确实是不同 现在好像反过来了 先前的话是这个呃 中国 敲二郎腿 看美国啊 怎么这么惨啊 这么惨啊 我们这个封城 这个过去的成功经验好 现在呢 是美国根本不管放开来了 你在呃 纽约你感觉的特别强烈嘛 美国根本就这个呃 该吃该该吃 该喝该喝 呃 呃 该该干嘛就干嘛 那确诊人数 屡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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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新高 但是呢 实际上对于呃 社会经济运作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只是医疗体系 现在开始又有点紧绷了 但中国现在因为碰到这一个呃 政治啊 二十大 然后冬奥两会再起啊 他可能就有这些政治性的考虑的话 呃 开始呃 这种封城 那你你你你认为应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除了这个呼吁进口莫德纳跟辉瑞以外 呃 为什么说这个我呼吁赶紧批准那个莫德纳和辉瑞呢 啊 呃 因为在这个国外这边的这个一个的对比的一个资料啊 就是说辉瑞 这当然是一个专家的一个看法 就是辉瑞和莫德纳可以产生四倍的恢复体抗体 恢复期抗体 灭活疫苗 这个不是指的特质科兴啊 就是说灭活类的疫苗啊 所谓的这种呃 经典的这种疫苗 十几年历史的啊 这个这个灭活疫苗只能产生这个0.4倍 一个是四倍一个0.4倍 那就意味着十倍 就是恢复期的这个抗体 抗体的这个产生 刺激的这个产生那个抗体呢 辉瑞和莫德纳这种呃 这种最新的这种方式啊 这叫什么什么RM什么玩意儿 这个这个 MNA 哎 RMNA 这这个这个方法的 它这个产生这个恢复期抗体呢 是这个灭活疫苗的十倍 你灭活疫苗怎么做都是这个样子啊 啊 那那你想十倍的这种抗体的效率啊 啊 那个差别当然很大 啊 对就是啊 M MRNA 对MRNA 而且现在你对M MRN本身 它对灭 对奥姆克风的这个效率 都在降 都在降 那你灭活疫苗呢 几乎可能就没有用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中国打了24亿剂 都是这个灭活疫苗啊 是 所以你 能不能防 奥姆克风 我认为已经防不住了啊 你天津都到了第三代 我估计北京早就有了 啊 等你发现的时候北 因为天津北京的来往多密多密法 对不对 一百 只有130多公里的路程吧 对不对 你可以 很多是这个 坐通勤车在天津到北京去上班去 到北京那个艺庄那工业区那边 那很近啊 那离天津很近啊 反正住在天津 在北京上班 那你这一片一片的 你什么时候北京在搞这个什么大规模检测 我我就在看这 这是到哪一天了 现在总 你不可能 你这个设 不管是这个动态清零 还是社会面清零 你把北京人口 你往河北弄吗 那河北人在往哪弄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社会面清零 也是一个这个这个掩耳盗铃的这个办法 就是你反复折腾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抗体检测呢 反复的做这个阳性检测 你就最后就等于说 一个是肥了疫苗公司 另外一个你肥了这种检测的一个 检测试剂的公司了吗 检测设备 这这产品公司吗 你反复这样折腾是为什么呢 你动不动就 全民核酸检测 动不动就封城 你在中国百万人以上的这种县级市 这个大城市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城市 对吧 你你搞得过来吗 你尤其是奥米克隆这种传播力 我我估计怎么着这个 整个中国会都蔓延起来 除非什么 除非你恢复到这个武汉 武汉那个刚刚发生的时候 对不对 当然你你那样封城 最后也没有 制止住蔓延吗 你还是在最后还是 呃就是说把蔓延的过程脱长 实际上我 我知道这个 这个防疫的这个逻辑 专家们已经把它 弄的是可以说是这个 滚瓜烂熟 非常炉火纯青了 防疫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两两个阶段吧 就是两个阶段 疫苗前 疫苗后 对不对 如果没有疫苗的话 那就是慢慢慢慢的等到这个 呃 呃比较就是他死亡率最高的是科兴 每10万人 11个人死亡 就是说接种了科兴的疫苗 以后两针 这个每10万人 他有11个人死亡 在新加坡的例子 然后国药 每10万人 对每10万人 11个人死 然后那如果那100万人就是100 1000万人就是1100 对那国药的话是每10万人 7.8个人死 然后那就是千万人就700 对然后这个辉瑞的话是每10万人 这个6.2人死 嗯 然后莫德 莫德纳表现最优 每10万人只有一个人死 这是新加坡的数据 新加坡的数据 哦那就是莫德纳的话 如就是说如果说 呃一个千万级的城市 全部人都感染上 死亡率是100人 对 是这个概念是吧 对对对 就打了两针以后 对对 那那那我相信 他所做这个中间 也应该是包 把这个 呃基础证都含在内的 因为这样按照西方的标准 对对对 当然 我们用西方的标准来说 对对对 就是10万人中有各种各样 有基础病 对对对对 对吧 他是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抵御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疫情的啊 但是这个 而且我相信这个数据 以后能够降低这个数据啊 我相信 呃呃最主要还是呃 有慢性病还有老年人 是是慢性病和老年就有基础证 那就是莫德纳是科兴的十分之一 是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那现在的 现在实际上这个 欧米克戎这个突变株的毒性不是很高 他传播力很强 就是毒性不是很高 基本上可能就跟 这重感冒或者差不多 那你现在你 你这个复兴的这个 复必泰 你食品 药监总局还是不批 不能让复兴要大规模生产 这个 这个先进的疫苗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啊 那那你让让这个这么多人面临这种封城 这种私生灾害这个苦难 那你是为什么 是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这个复兴 复必泰实质上是所谓的德国疫苗或者美国疫苗 所以不不符合你这种强国 这个气质 这个精神 是不是 你要再 但最主要还是暂时的考量了 按照就等国产的 所谓的 mrn疫苗 因为灭活疫苗是效率低嘛 要等着国产的mrn疫苗来来赶上来 这疫苗也要爱国 疫苗也要是 兴赦兴资 对不对 你 实际上也不光是 爱国 也不是兴赦兴资啊 你知道这个上一次这个 普京和习近平 习近平在这个视频中话 他要生产一亿多计俄罗斯的红星疫苗 是有这个合作的 你记得不 咱们上次在讲那个 普京和习近平的这个视频对话的时候 他们是要安排一亿多计 而这个红星疫苗 实际上也 也实际上并不被国际医药界看好 觉得他没有做到充分的这种实验 那你不就是把中国人当小白鼠吗 对吧 你可以引进俄罗斯的疫苗 你不引进德国美国的疫苗 所以 我觉得从逻辑来看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 这个有很强烈的政治考虑以外 我觉得中国政府 他在想要看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Omicron 这个来了以后 他在想是不是今年的这个 病毒可以 就像大部分的 这个病理学家认为的 就是今年可能可以 收一个伪 他在等这一个契机 第二个契机呢 他就是在等这个 对Omicron有效的疫苗出来 今天那个辉瑞执行长也说了嘛 大概三月的时候 对就会推出来 我觉得中国政府在等 等这两个事情 你等 等完了以后 你再进口辉瑞的吗 那是辉瑞 现在进口辉瑞也没有效用 也防不了Omicron 对 就是现在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 咱们刚才讲 我就说这个防疫的逻辑 是炉火纯青的 就是说 如果没有疫苗的话 那你必须 非常严厉的搞隔离 包括封城 是吧 但是封城隔离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你这个医药系统 不至于崩溃 那你就说有基础病的 你还得 又感染了 你可以得到救治 你有慢性病的 还有平时的那些 本身就有基础病 急症的人 可以得到诊治 因为你不要因为疫情 把整个医疗系统冲垮了 这样造成了一种 巨大的一种次生灾难 就是医疗系统跟不上 你现在是人为的封城 造成次生灾难 哎呀 这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讲 你知道吗 急你知道吗 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件事 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过去 不是靠你人战胜它 是靠人人这个 获得免疫力 就群体免疫 对吧 你在没有疫苗的时候 就是慢慢感染 不要一下子感染 一下子感染 你这个医护系统救不过来 一个是救不过来 因为你疫情 带来的这种 死亡 就是本来就有这个基础疾病的 另外一个也救不过来 本来就应该救治的那些急症 还有那些慢性的住院的病人 这两 这两部分一下子会在一起 会冲击掉 你看武汉疫情的时候 很多医院只接收新冠疫情那种急症 他他把别的都赶回家去了 是吧 那你现在西安又干这么一个事 西安又干什么事 别的都不接 不接诊 那你就 西安这个是所谓荷兰 你人为的 造成那种人道的次生灾害 就是你防疫的一切的目的是 大家迟早会获得免疫力的 方法无外乎 第一个慢慢感染 第二个 这个打上疫苗 打上疫苗提前的获得免疫 第一种就是通过感染获得抗体 第二个是通过疫苗获得抗体 总而言之 你都是要获得抗体 获得抗体你才群体免疫 对不对 你获得抗体 你在没有疫苗之前 你获得抗体办法 你只能是通过感染来获得抗体 旭光 那么 现在最新的统计显示 那个中国大概这个施打率 12亿人 12亿人 两针 但14亿人 还有意味着 还有两亿人没有打 就是你 两亿人散到中国人中间 可能也就算群体免疫了 这两亿人的话 这个也是三老金 就像现在很多得重病的 Omicron得重病的去医院的 都是那些不打疫苗的人 是啊 在美国就是很清晰嘛 美国这个 就是你的 基本上得重病死亡的 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打疫苗的 这个死亡率很小 死亡率很小 所以 所以这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事 如果没有疫苗 就是要实行严厉的这种隔离措施 实行严厉的隔离措施的原因 不是说这个阻止这个疫苗传染 大家不要 阻止这个疾病传染 大家不要染上 而是让他染的慢一点 这是一个很痛苦漫长的过程 但是这种痛苦 忍受这种痛苦 这种漫长是避免医护系统被冲垮 如果系统医护系统你都关门了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你这种漫长也好 快速也好 都没有意义 是不是 那那现在的好 好事就是已经有了疫苗 有了疫苗 那就是加速施打 好 中国的灭活疫苗已经加速施打过去了 对不对 你你现在有 你可以这个生产 辉热疫苗 复必态 你可以而且是中国的公司 这个郭广昌的这个复兴医药 他他很有远见的就投入了这个项目 而且就本身就有 就就就像那个川普同志自己鼓吹到他的那个政绩一样 这是川普自己现在为止还要鼓吹的政绩啊 那郭广昌也可以很自豪的去去讲 结果他没得任何自豪 他算是投资错误了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本来是立国立民又又对公司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哎呀 我这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就是 你你你你你怎么说 你别光笑啊 你说你看我急成这个样子 他为什么不批吗 我觉得两种不同完全不同的思路 原来看起来中国的防疫政策还是成功的 但到现在又变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我们讲到的 就是现在付出的成本远远远大于这个收获了 那现在就必须这个要 你出来一个中期长期的一个规划 偏偏中国人口太多 基数太大 如果我们用这种特区的思路 就是中国经济特区的思路 先找一个小点放开 然后试点 然后慢慢扩大 偏偏这个又跟 如果说可以把香港试点 或把深圳试点的话 那就先让香港作为一个示范 那开始慢慢放开 只要香港现在施打率到了85%以上 就慢慢放开了 但是问题是说 像连香港都有有一千万人 一千万人如果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死亡率 就是香港打辉瑞 香港的辉瑞刚刚是 十万人里面有6.2个人 那一千万人大概有多少个 所以就是这个在政治上面 那个林郑月娥 付出这个代价 香港是可以打复辟泰的吧 对香港是打复辟泰啊 辉瑞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应该要 如果说按照这个 虚光里的思路的话 其实是应该这样做的 就一个层一个层慢慢放开 一个层一个层慢慢放开 但一感觉不行的时候 那个层就可能要瘦一点 就一个层一个层慢慢放开 就是你总体的 你这种控制的节奏是为什么 控制节奏就是不要让这个 医疗体系崩溃 有疫苗没疫苗都是要考量这个 因为这个是你最大限度的让这种疫情带来的灾 然后最大疫情的最大限度的让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 哎 对对对 因为疫苗 施打的疫苗也不能根治这个重症和死亡嘛 是不是 也不能根治这个东西 所以它仍然是一个辅度的手段 但大大的降低了 原先刚刚开始 旭光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Delta的时候 或者是第一批的时候 它的死亡率 死亡率啊 一万个人里面 在台湾的话 其实是很高的哦 台湾的医疗体系还不错哦 一万个人里面好像有 有有有 接近十几个哦 是啊是啊 就我我什么百分之零点一是吧 对 大概是这么 超过百分之零点 百分之零点一是新加坡的数据 新 台湾要超 台湾是新 当时新加坡的大概快接近十倍 对 所以我我我是觉得就是 哎 这 呃 我我我相信这个应该中 中央政府 他脑子里是有 我们我们同样的这个说 这个想法存在的 就是有政治考虑 政治考虑嘛 但是呢 他有一些传统惯性思维 就是说他要他牺牲一地 他不就攻击一点 不其余 就是打殲灭战 他是一种战争思维 但疫苗不是不是这个你打仗的这种对象啊 我说这个这个新冠新冠病毒啊 他你是没法跟他作战的 你作战能跟疫苗能能 如果新加坡的这种作战的人的免疫系统 可以做一个这个推论的话 那我们用国药好了 因为国药的数据稍微比较好一点嘛 每10万人 他刚刚是7.8嘛 我刚报了 那如果说是14亿人的话 你说7.8的话 其实也很严重 这个这个政治负担谁付得起 我这个不是政治负担 我我我跟你说就是 这个纯 这个是一个 中共一贯 他是营造一个自己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形象 你知道吧 完了以后他又要在表面上维持这个形象 而这个形象不可能真实 不可能真实 这样就是说 相当于这个这个西方人讲的 你不要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用用一个话 我懂你讲的是 现在现有的数据本身 就是失真 对你你用一个谎言 在你再编一个 譬如说 以前的这次这个确诊呢 没有一个死的 因为你的这个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 但是他就公布出来 为什么不可能 他要公布出来 全世界都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 那你好 那你按你这个来讲法 那你就是感染上了 你感染上死亡的都是因为其他病 所以他属于其他病的死亡 那你怕什么呢 就是你确确是我觉得不能够诚实的对待这个问题 结果最后就说 就是你需要编一个又一个非常周折委屈的这种说法 去甚至是谎言来 来去这个 要给前面那个画补台子 而且在前方中也要 各地处理的这个效率啊 跟评价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你刚刚比较集中在西安处理的有点 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荒强走半 但上海的话 实际上武汉也武汉也是这样 武汉也是这样 武汉当时当时的那个状况 因为首先来讲 就是说封城本身就是这么一个 本身武汉封城这个事情就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武汉给武汉封城 给这个武汉带来的这个灾难啊 按说不应该这么去比 是吧 这是一个人权问题 不应该这么比 但是呢 我们就完全功利主义这样比 拿人命来多少来比 就把它当作一场战争来看 武汉造成的人造灾难 远远这个超过了不封城 如果说武汉你不封城是什么结果 不封城也就是那个结果 因为封城之前 武汉已经走出去了一百万人 这一百万人足够造成这种 这指数级别的这种传染和增长 那你全国你就按 对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来对武汉 就就OK了 因为武汉的整个的这个人道灾难 不会那么那么严厉 不会那么严厉 因为你 因为你你你可能就说 那这样的话武汉你不封城 第一个武汉出去的可能不止那一百万 人家上次 我记得武汉又出去了三四百万 对不对 那你武汉的医护系统的压力不是大大减少了吗 对不对 另外一个你你只要是新冠疫情的你 这个这个病你就必须接诊 不是的你就不接诊 在家里你就不管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违背了常理 违背了正常的医护系统的这个运作 比如说一个是新冠疫情带来的这个中等症状的病 另外一个是重症 那当时的情况就说 我们不接收 因为你没有确诊是新冠 我就不 我就让你赶回家去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把它当做了一个 把疫情当做了敌人 当做了一个首要的敌人 而当做了一个重中之中的政治任务 把清零当做了政治任务 就是做一个不可能做的事情 清零是不可能的 这个从武汉这个 这个爆发之后就已经不可能了 最开始是可能的 最开始发现一两例的时候是可能的 那那那个 不过旭光你讲的这个 就是说西安你旭光你能够确定 就是说中国的清零是不顾 在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子吗 是不顾其他的这个慢性疾病 然后只全部医院 我说的只要封城 只要封城就是这个结果 不过封城的话 我的意思就 因为新加坡跟台湾 当时有一阵子 也可以说是在定义下的封城 但是他对慢性病的患者 并没有拒绝 对啊 所以所以都是叫做封城 这叫lockdown 实际上还也是不一样的 你在我说的这个 就是武汉和西安这种封城 车不准上街 人不准出户 对不对 完了医护系统 只接待这个新冠的 新冠确诊的案例的 那实际上明摆着 就是让那些人 就是陷入无助的一个境地吧 就是慢性病患 还有慢性病 其他的这种怀孕的 就各种 这个本来你都应该想得到的 结果根本就不想 你想想 你一个国务院副总理 你有那么 从2020年 就是你有两年的防疫经历 这个不是在深圳就没有发生吗 深圳不是传出来一个这个孕妇 然后特别去找他的这个核酸检测 马上就给他找到了 他就能够去看病了吗 还是现在全部都是一刀 就是个别的这种案例 我们你个别的好 不能说没有那个不好 但是个别的坏一定说明 如果说是这个封城 不让这个慢性病跟孕妇去 那就是安排 就是太过离谱 太过离谱 是啊 就是很离谱吗 就是 就是像像像 歇那个 还还出现了一些 就是说医院要接诊 但是保安不让进 不让进 就是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核酸检测 你想那急症啊 你让他检 核酸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 人都死了 对不对 就是你 就是因为你把这个封城的这个 当做硬命令 当做死命令 当做政治任务 来搞的 那那那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就 我就说像武汉封城 西安封城这种方案 是 是致命性的 但是呢 这个根子在哪 根子在于他追求清零 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从武汉 疫情爆发之后 就不可能的任务 追求第一个追求清零 第二个要 又用封城的办法来完成清零 你也看到社会面清零 不就 迅光我 我稍微跟你介绍一下 我知道的这个封城的状况啊 台湾跟新加坡的状况 这个呢 台湾跟新加坡都特设了 专门针对这个 新冠疫情的特种医院 那其他的医院的话 就不遭受这些新冠的病人 然后这些医院呢 还是严格的 这个不许人探望 但是呢 你有 你有重要的疾病 你还是可以去那些医院看 所以西安 他有补救措施吗 他把它分得很清楚 西安最后的补救措施 就是说 就医者 你不做这个检测 不做核酸检测 你 但是要求医生那个做好防护措施 这就是 不过在紧急的时候 那个时候送到那个急诊 急诊室的地方 他还不是 他还是有顾虑你有得到新冠的可能 所以他还是有一个 在急诊室里面 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检验的一个过程 当时是这样 OK 好 旭光 那我们 用最后的时间 我想请你预测一下 你觉得 这个 北京会开始进行大规模检测吗 而且甚至会封城吗 在冬奥之前 按现在 他这个中央政府的这种表态 他是 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不动摇 这个政策不改 这个政策不改 就 那你就不能排除 北京也会出现这个 出现 类似于天津这个大规模检测 而且大规模检测 就是个传染的一个 极佳的场合 你是人为的在加剧这个传染 所以 这个 就更奇怪了 就是说 似乎没有人 这种明摆着的错误 似乎没有人能纠正他 你知道吗 就是所谓的这种公共卫生体系 大规模防护的时候 这就 这就跟政治体制直接有关系了 因为他是一个 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吗 只有政府能做得到吗 那你能看出来他这种 坚持清零 坚持大规模的这种核酸检测 这确实他是脑 就是脑子已经抽手的不改了 但实际上你所谓的大规模的检测 你并不能做到全员检测 理论上你也做不到 你 对不对 你怎么做呢 你把他这个全民当作一个纪律部队对待吗 纪律部队是有人养着的啊 你现在对人民一样 把人民当作纪律部队对待 那谁养人民呢 所以这个思维逻辑里头 你想全民皆兵是可能吗 他从来是不可能的嘛 只是个口号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有逻辑断点 有思维误区 而且这个误区没人能纠正他 张文宏他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官员 试图纠正这个东西 纠正不了 张文宏可能现阶段 他都还支持现在的动态清零政策 看到他这个讲 那是政治表态吗 或者说杨凤英伟对不对 我从从那个道理上 张文宏前一阵子还发出警讯嘛 说很多人说他是大号的这个流感 他说绝对不是 他说就是你 他看到这一个道理 他不让你跟你讲 他只能是杨凤英伟了嘛 你要为了效果上来讲 上海人最善于搞这个 对不对 这文革的时候 大家北京夺权 上海人要求涨工资 要求发奖金 上海人最会搞这一套东西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我眼睁着看着这个体制啊 他就是正在犯一个 从大妖精到这个 三年灾害 这么一个过程 在短时间内 就重演 同样的逻辑 就没人纠正得了毛泽东 现在在中国是 没人能纠正习近平 啊 一面要坚持清明啊 就就说不能松懈 那你们所有人都会紧张起来 二十大以前谁 谁不紧张 就是罢官查人呢 对不对 他很清楚啊 最后还是回到我讲的 等两件事情 一个是政治考量 第二个是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看看这个 美国或欧美会不会消散 第二个就是等这个 真正对奥秘矿 美国 欧美消散了 消散了 也对中国 没有 没有 没有补助啊 没有补益啊 因为他已经像正常感冒一样 没人管了 但是他会零零散散 一直有 每天一百多万的确诊 对 一百多万一定是高 你刚才讲一百万的时候 我我听到这是 这算是好消息 为什么呢 他没有说一个礼拜 从一百万搞到了五百万 或者搞到一千万 这属于病毒传播的正常机制 你要说是从一百万 增加到一百一十万 或者增加到一百二十万 一个礼拜 从一百万增加到一百二十万 而按美国这个现在的这种 基本上不管 那是说明他的传播在迅速递解 对吧 这种 它是一种爆炸式的指数式的增长 那你如果说数字上 你已经 你已经不出现这种 倍增的这种 一个礼拜不倍增一下 那他已经是在 传播力已经在递减了 我看到是这个 但是你一百万还是一百万 对中国来讲 它还是个一百万一个数字 而且一百万只是确诊的 检验了才有确诊 不检测呢 不检测的有多少 我就是我可能也是上千万级的 或者几百万级的 对吧 那好 那你只要 只要这个欧美还 每天还有个几万例 那你对中国的也是仍然是个威胁 仍然是个威胁 但是现在问题说 已经不是西方威胁中国的问题了 你中国已经出现了 出现了 你收不回去了 对吧 奥米扩荣你已经出现 你就收不回去了 你不可能永远不对外往来 不对外往来 可能新的新的病毒不容易进来 但是奥米扩荣已经是要跟你共存的状态 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就疫情的部分 疫苗的部分 虚光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想要再做最后的补充 最后的补充就是 呼吁中国政府 求求你了 赶紧把那个 把那个辉瑞疫苗和莫德安疫苗的批准了吧 让中国能打上这个 效率高的这种 所谓高科技的 这叫什么 RNA RNA疫苗 而且你有很好的 很优秀的公司 有很优秀的企业家 他们事先就投资了这个 这个辉瑞疫苗的开发 这是很有远见的行为 你应该 不说奖励这种企业家吗 你 你也不要 当然这个话 在这都是个小事情了 对不对 你这 很要命 赶紧的 赶紧的批准了 让中国人打上这种 高科技疫苗啊 少死掉人 少折腾人了 好的 非常谢谢 这个我希望以后 不要再做这个 疫情的节目了 同样的事情 我们是一遍遍的再去讲 但是问题确实 这个问题是打 这个第一个是 涉及到不同的思路 跟不同的经验 跟不同的路径 那要转换脑筋啊 还有这个一般而言 我觉得人家 为什么那么多人批评张文宏 在那个时候 可能也是很多的农村啊 这个比较乡下的 他的医疗设备不好 现在这个整个看医 看医院啊 又要花那么多钱吗 可能有这样的忧虑 所以大家才 所以我 我今天就说 关于你国内管控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 有问题都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我觉得更一目了然的 就是疫苗问题 又到了我跟这个政经学者 郑旭光 这个谈论重要议题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 1月6号啊 这个对于美国啊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去年的1月6号 在国会发生的暴乱事件啊 可以说深重的影响了 美国的民主政治啊 那今天这个旭光 就专门就这个议题啊 来讨论旭光 常国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呢 这个关于1月6号事件呢 这个 刚刚过去了一年啊 一周年啊 那么 这里有一篇这个 美国的前总统 吉米卡特的一篇文章啊 跟大家 先分享了这篇文章 吉米卡特应该是 这个 现在的这个 前任的副总统 总统里头 最年长的一位了啊 吉米卡特 其他几位是这个 布什 这个克林顿 奥巴马 还有川普啊 现在五位副总统 五位前总统 这个卡特总统是这个 最年长啊 最年长 那么他这篇文章叫 我为美国的民主 感到担忧啊 他是在1月7号 是这个 1月6号 这个国会暴乱案的 这个第二天 这个 今年日的第二天 他说 一年前 在无耻政客的引导下 一群暴徒 袭击了国会大厦 几乎导致民主权力 移交的中断 我们四位前总统 一致谴责了他们的行为 并确认了2020年 大选的合法性啊 这我就是四位前总统 我刚才给大家讲过 他然而一年过去了 大选被窃取的谎言 推手已经统治了一个党 这是不指明的在 这个批评川普啊 并在我们的选举制度中 删起了不信任的火焰 凭借永无止境的 虚假信息所带来的力量和影响 这些势力还在让美国人民 反目成仇 按照美国生活调查中心的数据 36%的美国人 也就是将近一个亿 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成年人 认为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 正在消失 我们可能需要武力 加以拯救 那么如果有一亿人 有这个看法 那就是第二次南北战争了 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 约40%的共和党人认为 对抗政府的暴力行动 有时是正当的 他讲呢 美国民主若想经得起考验 必须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和 候选人坚持自由理想 坚持高标准的行为规则 那他提了几条这个意见 说首先呢 公民可以在政策上有分歧 但是所有不同政派 政治派别 必须就公正文明和尊重法治的 基本宪法原则和规范达成一致 公民应该能够轻松参与 透明安全有保障的选举进程 对于选举违规的举报 应以诚信的态度提交法院裁决 所有参与者均需同意接受裁决结果 选举应和平进行 不应受到恐吓 第二条呢 他说我们必须推动改革 确保选举的安全和普及 保证公众对选举结果准确性的信心 非法投票的虚假指控 和毫无意义的反省计 只会有利于民主理想 有害于民主理想 那么第三条呢 他说这个我摘要说一下 他说我们必须找到方法 我们必须抵制 重塑我们政治身份的两极分化 我们必须强调 以下几个重要事实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是美国人 我们必须找到方法 通过与家人朋友同事的文明对话 带着尊重和建设性的态度 弥合分歧 重新连接 携手对抗分裂我们的力量 第四条呢 在我们的政治中 暴力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选举官员 他们的安全不受威胁 最后必须遏制 虚假信息的传播 尤其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必须改革这些平台 养成准查找准确信息的习惯 这句话很有意思 养成查找准确信息的习惯 现在美国这个欧美的一些学校 也在开设这个课程 如何利用这个互联网准确的查找信息 美国企业界和宗教界应尊重民主规范 参与选举和打击虚假信息的努力 他最后文最后说 我们的伟大的国家 如今正在不断扩大的深渊边缘 摇摇欲坠 这是卡特前副总统的这个话 如果不立刻行动起来 我们将面临真正的内战危机 导致宝贵的民主制度就此丧失 美国人民必须抛开分歧 共同努力 以免为时已晚 这是老人家的这个忧心忡忡啊 我觉得这个焦虑也到了一个峰值上 伟大的国家正在摇摇欲坠啊 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 如果不立即行动 将面临真正的内战危机 这是这个 吉米卡特啊 吉米卡特这个总统 纽约时报刚好也有一篇文章 也在写跟吉米卡特写的差不多 他的这个标题是 美国正面临一场内战吧 对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 在1月6号的这个纪念日呢 这个国会啊 这个也召开了一个 一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 但是也有意思的是这个 所有的共和党人 只有切尼和他的父亲 李兹切尼和他的父亲 就是美国的前这个前副总统啊 参与了这个活动 这就说明现在美国的政治已经 分裂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政党政治 党争啊 党争已经到了 我感觉一触即发的一个边缘 所以对2020 2024年的大选会出现什么局面 这个拜登总统这个弥合美国的任务 看样子是收效甚微 收效甚微 甚至还有恶化 甚至还有恶化 因为在1月6号的这个 事件发生的时候 还有一部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是站在一起的 现在就剩一个历次了 就剩一个历次切尼了 那么在这个1月6号这个纪念活动上呢 这个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瑞斯也都有这个讲演 哈瑞斯讲演比较短 我我先说一下哈瑞斯这个讲演啊 副总统讲演 他把这个1月6号的事件呢 比作这个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 2001年911事件 你要说我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准确 比喻不准确 第一个来讲呢 那两个都是外地 1月6号是内部的 按照这个FBI的说法叫国内恐怖主义 啊 就是跟1月跟那个911比较类似的 都是有恐怖性 恐怖性质的 但是是国内恐怖行为 当然关于这一点 共和党人肯定是不同意的啊 共和党人是不同意的啊 因为他们是这个 合法表达的爱国者 尽管他们冲进了冲进了国会 啊 但是呢 行为可以受到制裁啊 但是呢 他们是爱国的啊 这个定义有所不同啊 我觉得有一定的真实性啊 有一定的真实性 就是这些美国公民 呃 他们内心 他们不是仇恨美国的啊 但是他们爱的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美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哈尔斯这个副总统这个比喻呢 有所不同啊 这个比喻不是很 不是很准确 第一个他们都是来自前两个事件都来来源外敌啊 第一个是来源一个国家 第二个来源国外的恐怖分子 但是 第一这个1月6号是美国公民啊 美国公民 他们认为他们是爱美国的啊 这是有区别的 尽管这个当局把他们定义为这个国内恐怖主义 这就相当于这个南美内战吧 啊 各各各各自的认为他们都是爱这个国家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 我觉得这三点放在一起呢 还有一点不不准确 不准确在哪呢 我认为第三点 就是这个1月6号的事件 比起911和这个珍珠港事件要严重多了 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多 因为前两者都是让美国空前团结 911之后 啊 这个 小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达了90%以上 这个珍珠港事件之后 罗斯夫是四任美国总统 死在任上 他的支持率有多高啊 美国是空前团结 这两件事情是让美国空前团结 因为来自外部的威胁 现在中国可能担负不了这两个角色 中国政府担负不了911冲击和这个 珍珠港事件的这个角色 啊 那最初的时候说有人把疫情比作这个911和珍珠港 我印象是这个 但是除非你要 你要确认是中国政府刻意的搞生化 生化战争对美国搞了生化战争 如果不是这个 大概也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应该说这一件事情严重的多 啊 所以从两点上 呃 这两点上 我不同意这个哈利斯副总统这个定性 但是是对美国的挑战都是没有错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拜登的这个讲话 拜登这个讲话很多人认为非常杰出啊 非常杰出 那么我看了一下倒是也是很有激情啊 把这个基本上把这个吉米卡特这个前总统的这个意思转达到了 而且非常投入啊 他这样讲啊 我摘要说一下 他说这个一年前的今天啊 民主受到了暴击啊 赤裸裸的暴击 人民一直受到冲击 宪法遭受到最严峻的威胁 这是有史以来 这个第一次一位落选的总统 试图通过让暴徒冲击国会大厦 以阻止权力的和平过渡 啊说到这个暴徒冲击国会大厦 呃克鲁茨前一段时间也闹笑话啊 也他在1月6号的时候他就谴责这是恐怖袭击 那么前几天他又说这个恐怖袭击CNN接受采访 他又说恐怖袭击 结果这个folks的这个主持人卡尔松就说你是个说谎者 他就赶紧给自己辩解 他说他们那些行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啊我我我说这个恐怖袭击 呃这个等于是给给民主党递了刀子 被他们利用 所以民主党共和党人为什么不参加这个会议呢 参加这个一周年的经验活动 他们普遍认为 民主党在借题发挥啊 再给自己争夺政治力啊 他们中间很多人都谴责过1月6号这个冲击国会事件 但是在一周年的时候他们拒绝参与这个 这个国会啊 由这个佩洛西这个主持的这个纪念活动 他们拒绝参与啊 只有历次跟他们站在一起啊 历次切尼历次切尼说这个一个政党被个人崇拜笼罩 是非常危险的啊 他就指的是共和党啊 目前这个为川普马首是瞻的一种状况啊 旭光我很好奇啊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彭斯也没有讲话 彭斯在1月6号的时候 等于说是非常非常气愤这个 呃呃川普哎 他后来呃 就是跟根本的原因就是川普有有这个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他劫持了整个共和党 可以这么说啊 你用劫持用绑架 当然这个词都不太好啊 都不太好 这是不真实的啊 这是不真实的 那是你从共和党高层来讲 他们是资深的建制派 他们和拜登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和这个川普的共同点 但是很不幸他们和川普共处一个党 而且川普拥有这个党这个最广泛选民的支持 就是说就是在这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们不敢冒与川普这个这个撕破脸的这个危险 否则他们将失去选民的支持 所以他们都在考虑2022也就今年的中期选举啊 共和党不想让在中间中期选举中间有有闪失啊 所以他们宁愿保持沉默宁愿回避这个问题啊 那么如果要说话的话 就要谴责一下这个民主党试图利用这个事件啊 试图利用这个事件 因为显然对于1月6号这个冲击国会事件 应该说没有没有几个共和党人啊 台面共和党会说这是好的啊 没有没有几个人会这样去说啊 所以呢 他只能说民主党这个借机利用啊 获取政治利益啊 那么看拜登的这个话是怎么讲 他说有什么事我们没有看到的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刚刚召集暴徒发动袭击的前总统 正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私人餐厅里 当警察遭受袭击生命危在旦夕 国会大厦被围困时 他在电视上看着一切 袖手旁观了数小时 这不是一群游客 这是一场武装叛乱 这是拜登 拜登是现任总统 所以我感觉到他已经不打算这个 无所作为了 面对1月6号这个事件的这个后续 或者说 已经有一些措施要准备要出来 因为他公开的指责这是一场武装叛乱 真实不真实 我觉得好像跟大家印象中间的武装叛乱 好像是对不上号了 就这些人是闯进了国会 但是不是说 这个用这种跟警察可以匹敌的这个 枪支闯进了国会 持枪闯入国会 他是冲撞进入 靠人数优势 冲撞进入的国会 在国会里也没有开一枪 对不对 可能有损坏 但是拜登总统把他说这是一场武装叛乱 他们不是要维护人民的意志 他们是要否定人民的意志 他们不是要维护自由公平的选举 他们要推翻一个选举 他们也不是要拯救美国建国原则 他们是企图颠覆宪法 我觉得这个指责是 从我的角度看是成立的 当然共和党人 不会承认这一点 他说真相是 这位 美利坚 合众国前总统 编织并散布了 2020年大选的遥远网 这句话说什么呢 就说明这些人 他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们实质上是在颠覆宪法 但是他们认为他在捍卫宪法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 就是说所有的内部分争 和外敌侵入的区别就在这 他是非常麻烦 当然在这个讲演中间 拜登用了大幅的篇幅来 不指名攻击川普 实际上我觉得 这是在为这个大选 在2024-22年这个中期选举 做准备了 民主党输不起 中期选举这个所有的众议院 议员要重新这个改选 那么参议员也有几十位 他说这个 川普呢 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 即使93位参议员 他的司法部长 他的副总统 以及每个摇摆州的州长和官员 都告诉他 他输了 他做出了 美国历史上 这个国家历史上 任何一个总统都从来 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拒绝承认大选的结果 这是川普总统是手装 美国历史上的手装 案例就是签的 这个一个败选的总统 拒绝 这个认可大选结果 他拒绝 接受这个 选举结果 虽然共和党内一些 女士和先生们 勇敢的站出来反对他的行为 但是绝大多 但大多数共和党 正在把该党 带向深渊 他这也是 也是对共和党的一个职责 你想大多数共和党 这也是 他也不再说 这个共和党 民党如何团结 怎么怎么讲 他最初的时候 他说 他的任务是要弥合美国 治愈美国 但是现在看样子 我觉得他 态度有所变化 并不说他就不打算 治愈美国了 而是他的方式方法 有所调整 有所改变 他说前总统和很多 怕他大发雷霆的 共和党人 这句话应该就解释 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彭斯 不吭气 怕怕川普大发雷霆 为什么怕他大发雷霆 因为他发 发雷霆是有用的 他要攻击哪个人 在党内是有效果的 还有7500万 还有7000 选票 你可以说那些选民 都是这个 共和党的拥顿 他们在 在党派之间 他们 他们没有这个放弃党派原则 还不能一概而论 说是川普的这种 铁杆支持者 在党内来讲 不好讲 但是党内 他无疑是拥有最多支持者 他也是有史以来 共和党得票最多的总统 那拜登也是有史以来 民主党得票最多的 我觉得重复这个 7800万 重复这个也没有意义 这只能证明 这次大选 调动了美国选举的积极性 美国的人口并没有说比四年前增加多少 对吧 他是 大家投票这个增加 你刚才讲那话 就是川普的话 当然这个 这个是双刃刑 当你说这个的时候 你也在 在讲 拜登也是 最多的 更多的 虚光 我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 拜登现在 虽然他刚刚讲的东西 虚光 我从你的讲法 看来你也是认同的 但很吊诡的是 拜登虽然他在解释这个现象的同时 但他的支持率是往下掉的 他的一年的当选的记者会 出席者聊聊才几只小猫 这是两件事 对 然后另外一个 他当时川普会输掉 原因就是因为川普应对疫情不利 可是现在看起来 在拜登的这个 这个执政之下 这个染疫的人 远远超过川普 这个不能直接从事实 从这个事实来导出结论 这个不能直接从这样讲 你就像这个 动态清零一样 对不对 你不能直接从事实上去判别他 这个举措对不对 你得讲从原理上 他走的好不好 对不对 如果原理上走的对 他结果 哪怕他这个人数在 死亡人数在增加 那么你可以推断的 如果他不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政党的宣传 共和党现在就是用我刚刚讲的话 在对 实际上就是 Perganda 他是不讲道理的嘛 他是打动你情绪的东西 他是不讲道理的 所以我先说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和拜登这个讲话呢 他的内容呢 是有关联 有关联是在目的上的 不在现象方面 在现象呢 他还是在讲 一年前这件事情的发生和性质 那他是讲说 这个前总统和这个 帕他大发来停的共产 共和党人编织的 弥天大谎事 这个国家的叛乱实际上发生在11月3号的选举日 所以他的意思在调动选民的情绪 他也在调动选民的情绪 他说等于共和党人 川普他们就说 这个大选是 是 是假的 是一个有问题的 他没有说是大规模舞弊 这也是个progana 你知道吧 就是 大规模舞弊 不是说所有的票都是假的 是足以影响选举 选举这个 结果的这个票数 产生了误差 产生了问题 那这个不需要很多呀 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几千万啊 对不对 几百万就能改变这个局面吗 就像川普说 在佐治亚之后 我只要找出来多少数就够了 所以 但是呢 这个拜登也在用这个战法 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战法 他说你 你想想你那天投票的是你参加了叛乱吗 这是你参加了叛乱的吗 前总统的知识在篡改历史 他们希望让你认为选举日叛乱日 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确确实实是 这个扩大化 扩大化的语言 扩大化的语言 选举即使存在大规模舞弊 不需要所有人这个选票都被搞假 不需要啊 但是他也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呢 他是 他就说认为1月6号的判这个骚乱是人民意志的真正表达 他说这是歪理 我没有本事能够想出比这更荒谬的歪理 我觉得这话倒也是有道理的啊 有道理 他说事实上是2020年的选举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典范 你能赞同这句话吗 这个话实在是有点夸张 因为呢 第一次在有史以来美国的总统选举 被认为就是说因为民主选举就是双方规定不能掀桌子吗 这个川普这一次的选举就是创历史性的记录 就是掀桌子被人家认为他掀桌子 对所以他说你们在那次选举中选票人数是中美国历史之罪 这是第一个他论证了 第一个选举人数是罪 你们两个总统都是都创了历史之罪吗 对吧 第二个顶着疫情那天有超过1.5亿美国人去投票站参加选投票 有些人甚至冒着援近的生命危险去投票 这个应当受到赞扬而不是被抹黑 我觉得这个是这条理由很硬 冒着疫情还有1.5亿美国人去投票站参加投票 没有他这个话有点说错了 那个通讯投票其实占的比例不少 不他他没有他说有1.5亿人去投票 没有1.5亿人是7500万加上7800万 就是1亿6300万人投票 其中30%至少30% OKOKOK你纠正对了 你纠正对了 OK 反应很快 对 他说这个还有呢是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选举 受到比这次更严格更仔细的计票 这个你同意吗 不太同意 这个我也不同意 你听他怎么解释 他说在每个法院 每次每起质疑这次选举结构的案子都被法庭回忆 拒绝 从州法院到最高法院 经常被共和党乃至前总统任命的法官拒绝 一个又一个州都进行了重新计票 在佐治亚州进行了三次计票 其中还有一次是纯手工的重新计票 几个州在选举很久以后还进行了装箱 做事的动党派审查 都没有改变选举结果 在每一个必须出具证据 必须宣誓说出真相的场合 前总统都拿不出可以证实他谎言的证据 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最有利的 我在这个中国研究院节目中间也提出来过 当时在大选期间 大选后我也提出来一个 他是这样的 他也采用了这个一样一个说法 他说想想看 前总统和他的支持者 为何无法解释 他们能接受1月3日的州长选举 参院众院选举和其他选举的准确结果 其中还缩小了众议院议席位的差距 他们可没质疑这些 在同一张选票上 总统的名字排在第一 然后是州长参院众院 不知何故 这些选举结果都是准确的 唯独总统竞选是不对的 在这张同一刻由同一位选民投出的同一张选票上 唯一的区别是其他的输赢都是对的 前总统的输是错的 你觉得这个质疑是不是成立啊 我觉得成立 这个倒是成立 因为他碰到了是完全不同的对手啊 别人的对手都不是都不是川普嘛 这是个反正是吧 这是个反正就是说 共和党人的这个对大选的质疑也是很虚伪的 是不是 要质疑的话 他同时应该质疑州长选举 质疑这个中院的改选 对对中院质疑参院中三两院的改选 没有没有人质疑啊 好像没有人质疑 有了好像有有只有一周 一周好像出现 就是对对对 计票太过接近 这个就是让你感觉 就让你感觉就是这块几乎是无视 那块的是很大 那就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两点 一点就是这个民主党人太狡猾了 他们让共和党在众院有所掌获 在参院这个非常这个有可能超过民主党 但是呢就是不让这个川普上来 这是共和党这个作弊的这种意图 他影响了这个 另外一个呢 但前一个就说共和民主党太狡猾了 这个操纵选票的 当然人讲一般操纵选票都是这个当局者 哪有在野党操纵选票的呢 但是他们有一个解释系统叫deep state deep state可以操纵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大选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拜登说的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们支持了共和党的州长参众两院的议员 但是没有给川普投票 或者说中间派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更真实一些 他现在他最后他说这个 就说这个 说这些用暴力强加自己意志的暴徒 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觉得这个话呢 应该说 川普是很隐晦啊 他也没有直接了当的夸这些人是爱国者 但是他说你们非常special 我理解你们 你们很特别 他其实是那话就 川普在这方面的话 他有英文叫flip block 他翻来 他从来不谴 对 他从来不谴责这些人 这些冲击国会这些人 没有1月6号 有很多 紧张了以后 彭斯宣布了结果以后 川普有在这个之前有稍微谴责他们一下 让你们回家吧 行为 我叫你们 他是行为 那叫行为 可是改了 可是过了一阵 他又改 对 但是共和党中间有很多人谴责这些行为 啊 这个像格里哈姆啊 这个 呃 这个谁 这个 克鲁兹啊 还有这个 呃 麦康纳尔是吧 麦康纳尔直接连川普也一代谴责了啊 要说这些这些人是 他连那些集情游行是集会的人也一并谴责了啊 不不光是冲进冲进大厦的人啊 他说这些人被喂养被这被这个谎言喂养 实际上就是暗指川普啊啊 看来拜登和这个麦康纳尔除了政派 政政党立场 很多地方是非常接近啊 非常接近的 他们的共同点要比 要比这个和和川普的共同点要大得多 没有 那个拜登在外委会当主席的时候 跟麦当劳尔是好朋友啊 好兄弟啊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我是觉得在这个拜登这个讲话中间呢 呃 他是有点抹黑这个民共和党的意思啊 就是把所有共和党都批批为一类 实际上是强迫他们强迫他们和川普切歌 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在 因为他说呃 那些就是前总统和前总统和他的支持者 意思是你们只要支持了前总统 那你就属于我说的那种人啊 他说的什么呢 他就说 说那些用暴力强加自己意志的暴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啊 我相信很多共和党人不是这么看的 包括很多议员 他们当时也收到生命危险到处躲藏嘛 啊 那些议员 对吧 他们支持川普 但是他们不支持这些闯进国会的人 这些国会的人实际上是破坏了他们的这种挑战的那些议案 对吧 实际上让让这个认证的程序反而更顺利了 对吧 整个形势全变了 你麦康奈尔就有小儿麻痹啊 就就等于被人架着走的 被人架着走的 佩洛西议长是在那个 那个一个会议室的桌子底下躲了两个半小时 而且那个中间的那个 这个这个 冲进国会的人还敲 还敲那个办公室的门 没推开啊 没有推开了 我觉得那个事不得了 那就是活捉了这个众议院议长啊 不得了 那会出现什么局面 那你起码这些没法很多事情没法进行了 不仅没法进行还会出现什么局面 是不是就全国戒严了 都有可能 就是很多给川普出搜主意 那些搜主意都很现实的就马上就成立了 就是就是这些 我觉得很多鸡鸣狗盗的招 确实全都能用上 因为从来美国没有防这个 美国不防这个了 就有史以来 第一次看到掀桌子了 就是由你第一次 就是说国会被 在认证的时候被冲击 而且被占领 这在美国历史上 只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被加拿大的军队占领 那是外地 应该严格这样讲 在认证之前 川普都是抱死者要掀桌子 对 他早就有准备 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看 因为他的理由就说 那些邮件选票不能算数 所以如果即使我输了 我也要看 这个他是在大选之前 就这个态度 他是准备要掀桌子的 所以这个在美国历史上 是第一次 不仅不承认 而且要掀了桌子 而且他计票还没提完 他就说我胜选 我当事 对 那个还有所 可以给他有辩护 因为这次计票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邮件选票量特别大 疫情期间 共和党都号召自己的支持者 用邮寄方式 所以这也就是所谓拜登 出现的原因 那你现在的 拜登就是要求 实际上是要求所有人和这些冲击国会的人 做一个切割 实际上是这样的 他说实际上这些共和党的 这些议员 实际上他们我觉得他们是 理智上他们是理智上情感上 他们都能够接受 但是呢 问题就在哪 问题就在于拜登 把川普和这些人捆绑 钱总统只有川普 但是所谓的共和党人都是虚止的 他没有点任何人 那就说通过这个 把川普和这个冲击国会的这些人 做捆绑 来逼着这个其他的共和党人和川普 做切割 实际上他起这么一个作用 他说这个 说看看那些暴徒 那些是爱国者吗 你们钱赞统及其支持者 说他们是爱国者 有几个人说这些人是爱国者呢 可能有很多 但是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我没看见几个人说他们是爱国者 你游行示威的那些人 他们肯定是爱国者了 对不对 他说看看那些暴徒 洗劫国会大厦 破坏财务 在走廊里大变 那找不到厕所是吧 有可能 乱翻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办公桌 四处追杀国会议员时 你还会这么想吗 他不是到处 找这个佩洛西在哪 也找彭斯在哪 对不对 那个被开枪打死 那个前退伍军人巴比特 好像就是被保护这个 彭斯的人 这个特勤人员开枪打死 他说我看不出来他们是爱国者 就那些投票的人才是 那些一亿五千万投票的人才是 他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 我觉得注定会很著名 以后会非常 famous的一句话 他说你不能只有在自己赢了后 才去爱你的国家 你不能只有在自己占便宜的时候 才去遵守法律 当你支持和拥护谎言时 你已经不再爱国 这句话我觉得 对所有的马基亚威力主席 是一种典型 你可以认为用造谣的方式来爱国吗 他认为那不行 还有一句呢 这一句话应该很多人都注意到 他说那些冲进国会大厦的人 那些鼓吹煽动号召他们的人 这就在指川普了 因为川普当然说到国会去 我也会去 他说他们向美国和美国民主 举起了利刃封喉 对着美国的喉咙 旭光在这方面 我还不太同意拜登的叙述 其实我们你有没有印象 马克吐温就写了一篇讽刺 美国民主政治的文章 就说本来他是一身清白 本来就是好人 有很好的历史 结果他一宣布参选 结果就陆续发生 被他的对手抹黑成那个样 各种肤色的孩子抱着大腿叫爸爸 对各种肤色的孩子叫他爸爸 让他白口莫辩 然后还有很多说什么平白无故 他这个人指控他什么 那个人指控他什么 他根本就百口莫辩 美国民主政治以前就存在这个现象了 对 所以他是这个严厉的指责这个 他说这些煽动暴徒的人 那些策划者不顾一切的否定 这次选举过程违背选民意志 实际上这个我现在可以做一个推测 就是说FBI的调查基本上快收网了 因为这个1月6号这个国会这个调查委员会 中间大概有几个民主共和党人 他是要调查这个三个月内的这个手机通讯 相关人员的手机通讯 所以那所谓策划者可能都都已经被掌握了 这个信息都已经被掌握了 第一个来讲他可能离不开美国不能出境 第二随时要接受这个国会这个传唤 还有这个FBI调查 这个当拜登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觉得这有些工作可能已经快收尾了 那么拜登最后呢 他在这个这个讲演最后他说 我不是这场暴动的导火索 但我绝不会袖手旁观 我将用我的身躯堵住民主的缺口 捍卫这个国家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将利刃放到我们民主的喉咙 我们将确保人民的意志得到倾听 确保胜利的是选票 而不是暴力 确保这个国家的权利永远和平过渡 我坚信总统的权利和目的是团结这个国家 而非分裂 凝聚我们国家 而不是拆散 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法治有序的国家 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国家 在美国人民通过选举来统治国家 人民一直压到一届 这是这个拜登的这个讲演 拜登这个讲演呢 应该就是说他重申这个总统的职位 是团结这个国家 但是呢 他下决心 要把这个冲击国会的这些所谓暴徒 和幕后的策划者 和这个前三 前总统川普 他是放在一起的 放在一起讲的 这个是他这一次这个1月6号 这个 这个讲演中间传递的一个信息 这个就让我推测 这个 司法部 现在对这个大选那个1月6号事件的一个调查 那也进展的相当的一个深度上 相当一个深度上 那么回到这个1月6号这个现场啊 就是在一年前啊 一年前 呃 现场确实是这个 有点像911那样的一个冲击力量 双子塔突然被 被飞机撞击啊 这个国会被 被冲击进去 外面有示威游行 这个在美国是很正常的 冲击国会 也没什么 但是被冲击垮了 冲进去了 这个这个 总统认证被迫停止啊 议员 议员四散奔逃啊 这些人 这个到处找彭斯和佩洛西 这样的场景确实在全世界面前就是 非常那个害人平为啊 那一天在国会大大下 要办这么重要的这个事情 这么重要的政治议程 他的住景分布的这么少 然后那个摆的外面的那个 那么少 其实本身就有问题的 好像是空城记吧 有的人就这么怀疑了 有人说这个 这个是 一开始 这个很多川普的支持者 当然他们是这个 他们说那些人是这个 不是 不是支持者 那些人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安提法 那些人安提法人成员 但是现在证明实际上那些肯定不是安提法成员 确实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们确实认为这个美国处于危机啊 他们要支持川普来这个挽救美国啊 但是你这个就属于少数非常疯狂的人啊 为什么大部分人会说他们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是安提法的 就是认为这是他们认为这是给民主党共和党添乱的 不是这个可以从那一天跟今年的1月6号 美国这个为了保护国会大楼 国会大厦不再被冲击 好好几个barricade 然后那个住警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当然很正常了 就是发生了那样的事件之后 他再再也不能懈怠 这个是肯定的 就是在那个发生之前 你可以有阴谋论 你说冲击那些人是安提法 但现在是证明不是 第二个你可以说是故意的 有很多人认为就是1月6号事件 就是这个国会故意的 这个这个让他们冲击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付那么大代价吗 佩洛西在桌子底下躲两个半小时 彭斯感觉自己生命都要受到危险 还有麦康奈尔这些人把自己的性命 全部要堵在这个 本身这个议程不会有太大问题 哪怕就时间长一点 他有必要冒这么大风险吗 我觉得作为这些资深的建制派 应该没没有这么大胆 没有这么大的胆 因为你刚刚提到啊 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这个怎么讲啊 就是是不是有预谋啊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拜登 已经在你看来 可能就是下定决心要在 要用联邦调查局去起诉这些 对国会大厦造成冲击的 还有背后有没有这个预谋的人啊 那里面就牵涉到几个重要的团体 当然后来说这些这几个团体呢 冲进去的人并不占的比例并不多 但是外面的群众这几个团体很重要 比如Prowboy 骄傲男孩 另外还有是那个 就是他叫Anonymous 他叫做Q嘛 Q有一个Q组织嘛 那Q对对对 那这些的话其实 而且这些人呢都是 跟这个永枪啊 跟这个都挂在一起的 然后有些人还是 有些组织还是像那个Prowboy 还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嘛 所以他们都 我觉得这个是要严格区分开来 就是说没有冲击到国会里面 没有越过警戒线 那这些人应该还是在合法范围内 你不管他有什么阴谋 什么想法 他的行为是合法的 是吧 你不管他怎么想 他行为是合法的 那现在就说 回顾这个过程 我刚才我基本上排除阴谋论的想法 就是民主党组织的冲击 或者民主党故意的让这个冲击发生 因为佩洛西是管这个国会的这个 安全的嘛 他议长 他管这个两院安全的 那这个里头呢 是你可以说佩洛西是不是有失责 那我觉得肯定是失责 你要追究的话 那么多人对吧 那你追到谁身上了 你追到佩洛西身上 是吧 他是管这个负责这个 那么为什么不早早的就调国民警卫队呢 那天 我最后人不加起来可能还不到30人呢 对啊 你知道最后我 最后我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认为 我说佩洛西太大意了 他觉得这个美国不会有任何问题啊 他他按照常规来想啊 但是呢就是 我我前前些日子我也在想这个中间的这个逻辑 你知道这个事件之后呢 有四四名国会警察自杀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 四名四名国会警察自杀 我觉得他们的不是是经 不是因为受受不了这个 这个冲击案吗 所以这个里头我也我也不愿意散发 那里面还有更多更多值得深究的东西 比如说那一天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米利爆料 经由这个一个美国的记者 透露米利说这个绕过川普啊 然后打电话给这个李作成嘛 对吧 这个呃 那件事情和这个还没有关系 我要我要我要说的就是啊 其实那一天发生了也是 彭斯也越过了总统 他直接打电话 那个要求 彭斯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调动这个军队 这个来来国会这件事情 是当时有就参院议长和多数党领袖 中院议长 副总统 就这么几个身份的人都在场 这个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那个非常时期发生了什么 就是说总维京总统 因为总统是DC的这个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啊 他是指挥官 所以我有你刚才提到这一点 就让我前前一天我就联想到 为什么佩洛西最开始并没有这个接受或者请求 让这个国民警卫队进驻 而只是用国会警国会警察局 是不是他心目中间他对这个总司令 他是一点信任都没有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从佩洛西的角度来想 从议长的角度来想 因为议会是非常脆弱的 议会在这个非常时期是非常脆弱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从阴谋论来讲的话 他是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做这个事情 是啊 但是他要保证万无一失 你讲这个在在这个十月革命 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的时候 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呀 他在议会里是少数派呀 结果他就动用那个 那个 卫队啊 几百个人就成事了 好 旭官 我们最后再拉到今天表达的主题啊 就是美国2024年这个总统大选 当然在其中选举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倚啊 那会否 我是觉得这个里头啊 关键时刻 这个 这些人 拯救了美国民主 副总统 参院都市党领袖和中院议长 而且呢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觉得太多的 你就在看 看戏一样 看过来 你都能推测出来很多事情 就是当时这个副总统彭斯 美国这个特种部队去接他的时候 他拒绝上车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会把我拉到哪去 这是 这是副总统的警觉 议长的警觉是 据说当时是国会警察局说人力不够 说是不是调国民作卫队来 DC的作卫队来 没有结果 就是换句话说 没有得到 得到这个议长的批准 所以没有发生事情之前的 做预案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考虑 就是让国民作卫队来加强这个防卫 没有这个考虑 另外一个就是 为什么彭斯说 我不上你这个车 我不知道你会把我带哪去 因为在这之前也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川普在这个大选前解除了这个参院认证的这个国防部长 任命了这个一个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这个代理国防部长是没清参院批准 而且米勒呢 下令了这个特种部队 直接向他汇报工作 向他负责 你想想这个中间的这个事件都是阳谋 因为美国的好就好在 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瞒不住人 都不是悄悄进行的 都是都是阳谋 都是阳谋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 对 雷暗杀那个 那个肯尼迪都不知道 那个当然不是阳谋了 我说的政府系统的这些 这些工作的都是阳谋嘛 不像这某些国家的 那你政府干啥的时候 他不给你人民通报 你就不知道嘛 很多文件你都看不到嘛 所以这个里头呢 这个这个事先呢 在这个大选认证之前 这个所有的前总统出来讲话 几乎所有的前任国防部长 和三军参谋长出来讲话 要求军队重于宪法 保持中立 不参与 甚至甚至包括美国的陆军参谋长 也跟我来讲话 军队不参与到这个认证 大选认证的这个是非里头去 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他们肯定掌握更多的信息 他比我们做这个这个 站在外面这个 隔山看花 对 我相信鸿斯或者是这个 呃 裴洛西啊 可能将来也会出回忆录吧 哈哈 所以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看 就是我很多人认为美国的这个民主 非常这个呃 坚固啊 没那么脆弱 但是呢 如果说非常非常脆弱的 民主要 如果说他发生在 这个核心关节点上 嗯 他就非常脆弱 对吧 如果说他发生在总统的位置上 他发生在国会 议长这个位置上 啊 他发生在DC的这个 国民警卫队上 你知道现在这个国会已经通过了一个新的议案 就是 这个国会 这个可以绕过总统 直接 这个向这个DC的市长请求国 这个这个 国民自卫队支持 支援 这等于 在这个角度上 就等于把 国会的这种 来自总统的这种 安全隐患 直接给去除了 这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政治表达 但是更加党派化了 这个不知道啊 因为你这个议案通过了 也许你2022年选举出来 共和党是多数呢 对不对 所以他防的是总统这个职位 并不是 我觉得不是党派化了 他防的是总统 如果说再出现 再出现 再冲击国会的话 那多数党领袖 这个决定不着急 那那些这个 抗议的群众是针对特定党派的话 不就完蛋了 那如果说少少数党的领袖 如果康医生支持少数党领袖呢 所以 我的感觉就说 说不清了 你刚才讲的这种 就说 稍险更不合理一些 因为 他 冲击国会不是议员们想要的 冲击国会就相当于 用报名的意志 直接压掉你立法机关的 这个废掉你立法机关啊 你做一个国会议员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只有少数党领袖才愿意 才愿意接受这件事 多数党怎么可能接受 当然原则来讲 所有的议员都不会接受 有可能啊 如果说是双方这个 就一个法案了 除非是什么 除非这个 不管是多数党和少数党的议员 他们的党性原则都是高于这个 高于这个 这个法律的 除非他们期末中间 也就高于他们自身安危的 也是这样的 我们在最后的时间了 我们在拉 你看当时的时候 那些国会的人 他们觉得这个麦康纳尔比 比佩洛西还可恨 你知道吗 那些叛徒 对吧 他们认为那些国会议员 这个共和党那些议员是叛徒啊 好 我们最后拉回主题啊 那个最后以两分钟的时间 旭光你觉得 这个很多现在 在你不管在纽约时报 或者在华盛顿邮报啊 已经对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啊 会造成更大的分裂啊 非常非常的悲观啊 你认为真的会有民主内战吗 嗯 我当然不能排除啊 不能排除啊 就像你在1月6号之前 你怎么会想得到呢 对不对 就是怎么会想得到 会有这样的冲击国会的事 实无前例的一个冲击国会的事件 实无前例的这个 这个败选总统 不承认自己这个大选结果 因为我我对美国这个选举体制 我了解以后 我觉得还是非常认可的 还是非常认可 而且我也不认为 所有这些法院都被 都被腐败掉 都被民主党掌握 你哪怕腐败了 他也可是两种情况吧 一种是被共和党掌握 一种是被民主党 他也是参差的嘛 对不对 他不可能 如果说都是被民主党掌握 你共和你川普怎么上的台嘛 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宪法学者 还有政治学者都认为 美国在这个1776年 就是17世纪 设立的这个政治制度 那到现在为止 还是选举人票制度 当初设计的这个方案 到现在可能有点玩不转了 因为已经 你知道吗 这个民主原则了 昌国兄我是这样 我在这一块 我是保守主义 就是我 我不认为这个 美国的这个选举人票制度 是一个盲场了 应该割掉 即使 这个 当然了他 他也不是人体 政治也不是人体 就是 选举人票制度 是美国这个联邦国家的根基 他的存在证明 这个国家还是一个联邦国家 周全还有价值 还有意义 即使他被联邦权已经侵蚀的 这个千疮百孔 但是我们能看到 他是有作用的 他是能够稳定住美国的 起到这个作用 他在极化是这样 因为以前美国历史上 是有几次 但是没有像现在 这过去 你不能说 因为我担心美国有内战 担心美国可能分裂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集权的国家 中央集权的国家 不是集权 是要改变选举制度 我说的集权 不是那个集权 就是 就是把周全就 就等于 基本上消灭掉了 因为你 选 选举人票制度 他意味着就是 是州的意志 不是人民意志 就是你 美国总统是州选举的 不是人民选举 州现在选 按照 所以为什么会有 他的这个 会有你选举 其实也不 也不太 就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对 就是 在这个 州全之下 就会出现 你那个 得票多的人 总票多的人 会败选 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因为如果说 你不能接受这个 那你为什么能接受 一个州有两张选票 在参议院呢 对不对 那不就意味着 少数人的意志 强制多数人吗 肯定会出现 这样的局面吗 因为你 小州 几百万人 你也有两票 对不对 大州几千万人 你也有两票 对吧 这是美国的立国的根基 你怎么想去动达呢 或许还会有更巧妙的方法 更符合 他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 就是很多人是 是这个选举人 致是盲长 但是我觉得这个盲长 是不能动的 不能动的 你可以通过 现在这个联邦 这个体制 来事实上做到 很多 很多州议会 都已经做到 这个要求你 这个选举人票的结果 和你这个 在中内的选票结果 是一致的 其实我们今天 谈论的 虚光 我们今天谈论的 这个 造成1月6号 国会冲击的现象 其根本的源头 就来自于 选举人票制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川普 他已经算好了 所有的 所谓的美国的 这个政治的 所谓的political strategist 政治的这个战略师 包括班农 他们都在算 选举人票制 我只要过了 那个门槛 我就赢了 所以呢 对啊 这个没有 这是规则呀 对 所以念 你不能说是 就是选举人票制 当他知道 他这一周 他没有办法 获得选举人票 多数的选举人票的时候 他就要 尽一切的力量 去挑战 所以造成了 我们看到了 川普挑战 这个州里面的 认证的结果 不管是用法律 不管用行政的途径 我们看到的 都是源自于 选举人票制度 我觉得 你挑战这个 议程 他本身就是有 这么一套程序的 实际上 川普这个挑战 失败啊 这不存在问题啊 只不过他不认嘛 不 他是 川普是用了一个 莫须有 如果说 真的要分析的话 是一段一段来啊 就是说 是 川普他很知道 这个选举 川普很知道 他的选举的 美国的选举人票 对他 他挑战了几个 在选举投票之前 他就说 通讯投票 存在很大的 很多的 很多的舞弊 他已经 当 他已经是 事先警告 他的支持者了 然后他已经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如果说 没有选举人票 这个制度 是不是这个 败选者就可以 就没有挑战的 这个渠道了 没有 他就是因为 有选举人票制度 过去以前 他想赢嘛 因为你的理论是 他想赢 他就会钻空子嘛 他就会质疑嘛 他会先桌子嘛 那这个选举人票制度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选举人票 他也照样可以挑战你啊 他就是两层嘛 就是川普是一个极其智慧跟聪明的人 他每一步每一步都算好了嘛 就每一步每一步 为总统或者是众议院议长 这样纯心要补弊 要掀桌子的人 你也是没办法 再这样好的制度 我不认为是没办法 我认为是有办法的 但是呢 没有任何一个体制 我说的是没办法 就是说民主制度 不像原来这么坚实 还是很脆弱的 稍一不慎 他就会往后侵蚀 你看 你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说挑战 实际上美国有解决挑战的机制啊 对吧 就是通过通过司法渠道吗 就是50多桩案子 案子 61桩案子里头 这个共和党这个 川普的支持者只赢了一桩案子 就是说 他计票的时候 我离这个计票的位置太远 观察员离计票位置太远 好你可以近一点 法官说你可以近一点 这个官司赢了 其他的官司全部败选 或者不受理 这不就也就很清晰吗 不怕你来挑战 就只怕你不接受司法裁决结果 司法都裁定了 那你还不接受 你说莫须有 那你就天大的冤枉 就全世界都 不是 我说全世界 全美国的这个建制系统 全部在坑你一个人 那就是说 没有 旭光啊 我们必须要承认啊 真的是碰到川普这样的人 美国民主制度就真正 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在你这个 我觉得美国的问题不在于川普 川普就这个 硬要安插美国的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吧 川国兄 我不认为根子 我认为川普还是 还是一个 很大程度上 他还不是原因 他还是个结果 因为即使如此 他还有那么 还有最大多数的共和党人的支持 你知道吗 嗯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在共和党中 很多人是准备掀桌子的 就是到现在还支持川普人 他们是准备掀桌子的 他们认为美国就是到了革命的边缘 对 这是你刚才提的问题 就是 就是已有的规则是建制派 建制系的 建制系 他的天然的使命就是维持现状 他可以接受改良 绝不接受革命 当你要在建制派系统里玩的话 你怎么样才能把建制派搞翻 那就像共产党搞国民党怎么搞啊 对吧 你有言论自由 我就拿来造谣 对不对 我觉得内心里绝对不跟你搞一起 就是实际上很多这个共和党人 内心里头已经下定决心 要要颠覆deep state 要剿灭这个华盛顿沼泽 一记不成再来一记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我觉得这个冲击是源源不断的 因为根本上 他们不认可美国现在 这种演化的方向 我不说发展方向 发展好像有正面的含义在里头 美国现在演化的方向 就是越来越像欧洲的 这个福利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把它叫社会主义 越来越多的这个移民 尤其是拉美伊的移民 越来越多的移民 在加州大概已经是第一大 这个总权了 越来越多的移民 这个 其实去光美国人冲击国会 一点都不冤枉 因为历次过去20年的 这个民意调查都显示 美国国会在美国人 选民的评价中是非常非常低的 非常非常低 但是你要记住 这些国这些预言都是美国人 选出来了 他不满意是不满意国会这个机制 他不是说不满意这些国会议员 这些议员就全部他们选出来 所以 国会这些议员 虽然是他们选出来了 但他们知道 所以特朗普 所以谁约束了 谁改变了他们的议员的行为 那肯定是体制 你咱们就这样去替他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你选的人去了国会 就马上变得不可心了 不让你满意了 对不对 为什么你选他的时候 你是相对满意的 去了国会 你就相对不满意了 或者绝对不满意了 那就意味着 你不满意现在这个体制的结果 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和现在这个结果 或者演化方向是一致性的 对不对 他是顺着走的 是一致性的 比如说 因应这种福利制度越来越多 因应这种移民越来越多 这个局面 因为 你像 这些 我不说白人种族主义者了 就是说很多川普的 白人的支持者 他们希望引进更多的欧洲移民 不管他们是怎么讲说欧洲移民这个素质高啊 怎么怎么讲 但是内心里的想法 我认为还是亲切吧 但实际上你也知道 在美国移民历史上 最初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也都是被歧视的 对不对 也都是 甚至德国移民也是被歧视的 因为刚来的时候都穷嘛 但是你知道现在 美国欧 欧洲移民的后裔最大多数是欧洲人 是德国人 不是英国人 所以这个世界都变了 变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所有欧洲来的移民 他们是一个 一个意识的一个群体 那么他们中间很多人支持川普的时候 是支持要从欧洲移民 但是欧洲人不愿意来美国 那么愿意来美国的就是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 就是所谓有色人种 那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你要不断的发展 你要不断的找到自己的科技的高边疆 还有有年轻的人口 那你白人又不生育率又不行 你跟拉美一比差的非常大 拉美一对年轻的家庭 脱家带口的七八个的是比比皆是啊 那一个一个人的唐兄弟 可能有几十个自己都数不过来 七八十个父亲家的母亲家的 七八十个唐兄弟 表兄弟唐兄弟 所以那你美国要需要人口 那拉美一就现成了 所以你要抵御这个趋势 我们今天在这个议题上面啊 还是稍微打住一下 对所以我回到这个根子上来讲 就是说很多川普的支持者 抵制美国演化的方向 他们不接受美国演化方向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策 越来越多的这个有色人种的移民 他们是想改变这个趋势的 他们把川普看作他们唯一的希望 因为只有在川普这 他们觉得这个人才 才有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其他人不做的 其他人觉得这是脏火不能干 所以这个是 如果说现在的问题 就是经过1月6号事件以后 有的人说 实际上国会也是可以冲击的 开了个先例 说国会也是可以冲击的 其实最重要的旭光 我同意你讲的 最重要的 你讲到点子上了 最重要的真正的争议就在于 共和党觉得按照这个历史进程下去 而且民进党也 不民主党也在推波助澜了 国将不国嘛 他们认为国将不国 他就国将国将不国 而且他觉得国将不国 那怎么办呢 你可打烂这个国家 是完全的比较符合民主党的 就是现有的 对 现有的结构 是民主党可接受的 共和党是不情愿接受的 对 所以建制派 那么我说的共和党民主党 不是指的这些建制派的层面 那麦康纳尔和拜登他们是一回事 对吧 关键是基层选民 对 对吧 民主党的基本选民 基本上在大中城 在扩张 在民主党的选民 在扩张 通过移宾在扩张 通过经济发展在扩张 而共和党选民是在中小城市农村 对吧 他们是被侵蚀的一种感觉 对 所以他们的感觉很不好 就是说 这个国家不是他们的国家 最后 那我砸烂 砸烂他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 就是说 当他要革命的时候 革命者也就不在乎撒谎不撒谎了 对 革命人还在乎撒谎 在这个选举之前 还发生了很多 也是美国绝无仅有的 你按照所有的城市战略 那革命就成不了了 革命人就永远成不了 因为一切都在建制系统发生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你的结论 其实也很清晰了 你认为 如果按照这个 这个论点来进行的话 2024 就是可以说 很容易就 转变成民主内战 很容易 而且你看那个 这个中期选举 就是 可能中期选举 就会有一些端倪 咱们看那个众院 在2020年的一些众院 即使发生了国会冲击案之后 还有一百多位 这个 共和党的众议员 挑战大选结果 参议员非常一致 有90多个人 都是想用麦康纳尔号召了 但是 麦卡锡对 对这些新进的 这些众议员 没有约束能力的 就是 众议员因为他 两年一届 他换的更快 很难像参议院 会有长年的参议院 做一辈子参议员 像麦康纳尔和拜登那样的 做几十年参议员 众议员他换的很快 是不是 而且你看众议员 他这个 新进一员 三四十岁的烧壮派 实际上川普就给了 他们一种信息吗 一个政治素人 都可以有这样的 政治成就 那他们呢 对不对 所以我想他们 可能对建制系统 更不在意 他们更 当美国本身就是 建议选民的 选票基础上的 对 他们对自己的选民 随着政治极化 对他们来讲是 他们一点不担心 政治极化的 民主本身就是 容纳政治极化的 对不对 多种意见都能表达出来 他都是容纳政治极化 如果你要说 美国政治要出什么大问题 也这个体制的主动改变非常难 一定在出了问题之后 才会有 才会变化 付出相当相当大的代价之后 体制才会有变化 比如说我们认为 议会制 是不是比总统制 更能反映民意 等等等等 就是美国这个古老的制度 是不是该改了 该改了 不该改了 如果说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都改不了 好的 旭光 我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再 下次有机会 再就这个问题 要再继续的敞开来 再来讨论 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常年的一个话题 我想长谷兄你有很多思考 我先等待你的这种新鲜的看法 好 那非常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好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长谷兄 谢谢长谷兄